也許不少人在剪接的時候會覺得畫面跟畫面之間的切換轉場很無聊 但是不要忽略 牽動觀眾情緒的常常不只是畫面 那聲音它在轉場的時候其實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簡單的利用聲音來提升轉場的質感 好那第一個跟大家介紹的就是J-Card跟L-Card 前者是聲軌先轉場 後者則是影像先轉場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看起來很簡單這個畫面可以仰賴J-Card來達成不一樣的效果 有沒有發現聲音先轉場整個場景過度的感覺就不一樣 其實這個對觀眾來說可能 察覺不太出來 但其實它流暢性更好 那像L-Card呢就是反過來 影像比聲音先進行轉場 在電影中呢常常應用在對話人物切換 或者是策劃事情到開始執行的場景轉換 因為這種銜接的方式可以讓整個敘事更順暢 這就是一個L-Card 所以下次剪接的時候如果你想要加入轉場 或者是你在設計分鏡的時候你可以試著先用這種方式將影音分離處理 那另外一種聲音幫你化解轉場無趣感的方式呢 就是用消音 其實這個就是靠兩個場景的音軌或者是說兩個場景的配音 去創造出一個極大的落差 把相對吵雜 讓人喘不過氣 很壓抑的這種情緒 那藉由聲音呢或者是配樂把它推到最緊繃的點 然後瞬間抽離 來創造出一個激進的空間感 那這種瞬間遠離成效的轉場可以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那當然不能在一支短片裡面一直反覆的使用 觀眾的感官其實也是會頓化的 再次使用之前呢 你至少要讓觀眾的情緒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息 有足夠的沉澱 你可能才能再來一次 所以在處理轉場的時候 千萬不要忽略聲音的重要性 聲音在過場的時候所扮演的這個角色 其實可能會完全改變整個畫面的氛圍 在轉場的時候利用好配音的優勢 可以大幅提升影片的流暢度 來解決無聊轉場的枯燥 今天分享就到這裡啦 歡迎大家追蹤我們的Facebook 或者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實用的話 請請幫我們按喜歡以及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